聊完了色彩,我们来聊一下明度的交界 这个就是一个明度的交界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暗,然后跟一个 不是很亮,但是彼此的交叉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暗面 有一些灰灰的颜色已经穿越过我们这里 这里的红色有些穿越过,甚至这边都还有可以看出色彩的溢出 而整块的黄色也整块都溢出到这里来 最明显的是像这样的一个色彩的溢出 所以色彩的交界,我们通常也叫做一种溢出 什么是溢出呢? 也就是说我们 原来这里的黑色 它覆盖了,原来颜色是到这里,但是它用这个颜色去覆盖 覆盖以后,它这个颜色变成雕刻出它的形状 所以它的交界就是很明显的就产生了前后空间的味道 也就是说帽子会产生在 这个暗面的前面 那这大部分利用在什么? 明、暗 也就是说明度的交界里面 所以明度会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我们产生的是明度,所以可以看到整张的色彩特别丰富 你可以看到它 饱和的颜色特别多 如果假设不是明度的交界,而是色彩的交界 那么它的明度并不是那么明显的对比的时候会是什么? 就是像现在你们看到的图一样 它的明度几乎都会在介于 明度三、四、五、六、七这之间 所以它没有很高的对比 但是它有很丰富的色彩 而色彩的饱和度都不高 所以它的交界 你可以看出来它 多半就不是用色彩的溢出 而是用一个强光反射出去 强光的雾状区 强光的雾状区 以及用Edge去处理的 在Edge的部分还没讲 待会我们留一章节 我们一系列来讨论 Edge是怎么影响的 那现在着重的是在明度 所以当我们选择明度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到说 明度可能是为了解决Edge的问题 可能是为了解决色彩的问题 所以当明度我们挑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可能这个 本身这张照片 它产生一些视觉疲乏的原因 是来自于色彩 或是来自于Edge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用色彩来解决 所以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色彩都非常柔和 它没有一个非常饱和的色彩 这样的话那个蛋化掉Edge 跟我们明度上产生的一个困扰 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出来 所以 明度上的交界 其实它的运用也非常广 因为 任何两个有可能产生困难的东西 什么叫可能产生困难 就比如说它Edge很多 什么叫Edge很多 也就是像这种法丝 法根 每一根都在太阳底下都会发亮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 色彩 非常丰富 好比说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暗面 然后背后也是一个绿色 所以你会看到到处都是色彩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明度的交界 来产生 或用明度为主 的方式来产生 我们所要的 这个构图 这张我们 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动态感 动态通常就会有 所谓的 我们的残影会留着 这个残影 很多都是看起来 类似像雾状区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残影就像我们手晃动 没看到残影一样 头发的晃动也会 那在明度上面呢 你就需要有一个对比 像非常暗的一个色块 来去对比出这两块的残影 因为 只有在暗面里面 你要去做白乌状 或者是 飘动的这种感觉 会比较容易 所以 明度 在我们的使用上 通常 并不是因为只有晚上 我们才用比较暗的颜色 而是我们当我们要设计它 有动态感 或者有空气 或者是有一块 特别的颜色的时候呢 几乎跟我们现实生活 我们不会注意到的 这种色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到 明度的方式来设计 是我们的颜色 我们要设计 我们的颜色 就是我们的颜色 所以我们的颜色 也设计 我们要设计 我们的颜色 颜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